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行政院主持再造 我們的行政院主持法 事實上關乎的我們國家未來會長什麼樣子 就很像我們工廠的生產線 你生產線改造之後 你生產出來的產品當然不一樣 所以行政院主持法非常的重要 那我長期關心環境 但是我非常了解 我們國家如果要永續發展 我們所有的這個能源的問題一定要先解決 台灣99%以上的能源靠進口 那我們國家唯一的可以自己生產的能源就是綠色能源 所以我在行政院主持法裡面 我提出我的版本要求成立能源部 後來有人告訴我說 英國通過了能源法通過了氣候變遷法 他們成立的不是氣候變遷即能源部 是能源即氣候變遷部 所以在協商的過程裡面 我說那我們成為能源即氣候變遷部 也沒有關係 但是國民黨的委員都不肯接受 後來好不容易協商成為還資能源部 但是很可惜 我們施言祥部長去遊說 之後國民黨的委員又改變主意 現在呢我們能源又回到經濟 為經濟服務成為經濟及能源部 問題出在哪裡 我們都知道 全球暖化是因為我們人類使用能源出問題 如果我們的能源還是只為經濟服務 全球暖化的問題是不可能解決的 所以我非常了解 因為我們的人太少了 如果我一直堅持送去表決什麼都沒有 反正我的案就是被否決 所以後來不得已接受了經濟及能源部 我通過了一個附帶決議 就是說這裡面 談到我們為了能源專責機關 組織的功能要強化能源政策 及氣候變遷的這些規劃 就是所有的能源的問題要跟氣候變遷連動 那我知道法案的附帶決議是沒有法律效率的 所以我還把這個附帶決議 拿去用我總諮詢的時間 來質詢普遁院長 每一個字他都接受 這個有政治上的承諾 我跟石研祥部長質詢的時候說 院長已經答應了 但是怎麼樣也沒想到 我們現在送出來的 我們經濟及能源部的整個組織架構裡面 我們能源局只換了一個字叫做能源署 他們裡面的人員只多了三十幾個 實際上只多了兩個 那我透過外交部去拿到日本能源的單位 叫做經濟產業省 下面有個資源能源廳有1247個 那這個日本的經濟產業省一共有466個人 所以佔四分之一弱 它能源的單機構的人力是佔四分之一弱 整個經濟產業省的四分之一弱 我們的經濟及能源部有8000多人 結果我們現在的能源署才200多人 我一直跟石研祥講說 你8000多人 你沒有一半 因為是經濟及能源部 你沒有一半 你至少要四分之一 都沒有 好 我們看一下 現在呢 石研祥部長連這個附帶決議 他都不肯遵守 跟氣候變遷連動呢 他說那是環境資源部的事情 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這個是韓國的知識經濟部 他們這裡有個能源資源 跟能源資源相關有個 氣候變化能源政策觀 在我們隔壁 我們最重要的競爭對手 人家的經濟思考是這樣子的 我們的國家 這樣子的組織的思考 這樣子的官員的思考 有辦法在國際上跟人家競爭嗎 我覺得不可能 我非常的擔心 我們整個政府組織載造是一個拼裝車 而且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根本 上路以後一定會出問題的拼裝車 那現在呢 我們 還好我們的智庫 對這個問題 願意花時間下去關心 不然我們在立法院裡面 我做了那麼多的功課 做了那麼多的工坊 設下那麼多的關卡 事實上都不如行政院的官員 他們要怎麼做就怎麼做 那現在我們的能源 還是繼續指揮經濟服 我們台灣未來的國際競爭力 是會出問題 我們的氣候變遷是沒有辦法的問題 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未來的 公立不正式 這 concludes omination 聯辦 我們在哪裡 哪pus